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沙田马祥上演的浪琴跳香港国际赛事 就是他们最顶尖的剪出舞台 南非直骑士伟达 自1996年开始在香港策劇 他历年赢得的名誉 真是可以用数字笔进来形容 而他过去在香港国际赛事赢得的錦标 包括1998年 行驻原居民奪得香港瓶 以及2013年 分别策劇精彩日子同事事为王 奪得香港一里錦标和香港杯 只不过 多年来伟达一直和香港短途锦标刷身无果 而今年 他将会以赤鞋苗里德训练的职多幅 力求一举囊括这项锦标 至于澳洲骑士潘顿 每逢大赛场合 他都会成为不少日本赛区的日本骑士人选 例如去年 他就凭策劇日本代表爱法达 奪得考非而得杯 而今年 他更获邀策劇大叶满之一的成名游戏 出战麦尼本杯 而下个月的香港短途锦标 潘顿将会继续为日本赛区执将 而他今次的助劇 就是今年日本短途马锦标 亚军得主樱花福音 她是很诚实的 她在第二天赛区执行的赛区执行 她赛区执行的赛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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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以认为她需要赛区执行 而说到今年国际赛的焦点所在 就一定不可以不提莫洛拉 这位巴西直骑士 来港拆骑以来 不但多次打破香港纪录 凭着他出神入化的骑攻 他最近更加被国际马坛 冠冠以《Magic Man》的青鸿 今次他将会为马王步步有執将 力图为免香港一里錦标 他是一个美好的鞋 他已经证明了他 是国际赛区执行的 可能是香港最好的鞋 我非常期待他 这三位香港顶级律师 已经整装改发 准备迎接一众海外猛将 包括莫瓦、喜仁安、伊伟陀等挑战 他们将会以最佳状态 打好每一场硬仗 在沙托马场上 为香港的荣誉而战 我去找人 我给李宗陀 做了一件事 有一件事 是什么 种蚣的事 你